泛民自經安排他們的支持者一早投票,然後安排黑衣人出來暴動,大搞破壞,見人就打,這一萬多警察不可能應付。 令支持建制的選民不敢出去投票,令泛民大勝。 這是正義與邪惡之戰,是香港生死存亡之戰,政府可以建立網上投票,同時建制應組織強大,民團對抗暴徒。 否則,香港完了。 泛民在選前那星期,會很安靜,令特區政府沒借口停選舉,但他們的人已經訓練到和能動源至很早便可行動。 所以投票當天他們,能在8點前全部投完票,再由每個小組用網絡,會報投了票,便全港所有票站開花,像這兩天一樣,這兩天他們明顯在排練的,很成功警察軍本沒能力在當天,保護全港票站安全。 由於已開始投票,政府停不了選舉,唯有靠警察維持秩序,他們就大四破壞,目的是令市民害怕不去投票,尤其是他們口中的廢佬, 因為年長者口中不憤,但都怕事,不敢去投票的,只靠部分中年的不據也去投,結果還是輸的。 如果選舉結果出爐泛民大勝,完全名證言順接收18個,區議會,以後在區內做過花瓶刀,拉布和反對,香港玩完。 聲好聲好故請大家廣傳,務必請身邊的朋友及街坊再投票當日,請在早上8點前盡量去投票。 香港的未來真正靠大家,去為互料。 雙手合十的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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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聲好聲好。 請願,我們請多多多次開講。 Nat dialog在這裡。 請便往位置信任回家。 請多多多次開場。 請給大家 monarchizes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